嗨,大家好,我是Rose,石金霞 今天呢,这个节目我要聊一聊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这个视频了 或者是都看到这个消息了 因为自从这个视频一出来 这个无论是朋友圈,微信群 还是呢,在Facebook上 还是在Twitter上 甚至呢,在这个电报群里 在这个WhatsApp上 那都有很多人谈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很激动 就是说,当那个穿着 这个白色的恐怖服的 贴着警察牌牌的 大富 大富翩翩的 那个男士 那个男人 他对这个不肯屈服 不肯呢,就是被 因为自己是阴性 而阴性也要被转走 是吧 就是说,表达拒绝 这个男主人 然后呢,那个警察说 最后说 气势汹汹的说 就是说你要是不走 会受到行政处罚 受到的行政处罚 会影响你三代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嘛 前面我们也讲过 就是用这种连坐的方式嘛 结果呢 视频里 男主人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代 谢谢 没有 没有这个 后面的三代了 是吧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我们不会再生孩子了 我们不会 再给你们生韭菜了 是吧 不会再给你们生劳动力了 到此为止了 那我们很多人啊 看到了这个视频之后啊 看到了这个视频的信息之后 都很激动 都说呢 这是啊 今年啊 这个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啊 这个 最 智力有声 铿锵有力 说出了了这个 人民的心声的一句话 我们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谢谢 我有一个推友啊 这个是个非常有才华的推友啊 他呢 在推上 他也是发了这句话 他说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谢谢 这句话太酷了 我听了好多遍 我也看到很多很多 我不认识的啊 这个朋友啊 推友 或者是啊 这个一些群友啊 然后呢 也是表达啊 这种一种 大家就有一种激动啊 兴奋 好像呢 就是说这个男士呢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啊 就是我们不会再给你们生孩子了 我们不会再给你们这个 啊 这个 生韭菜了 是吧 到此为止了 啊 那我们 我们怎样来终结你们 是吧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肉身翻墙 是吧 我们走不了 那我们就从此 我们终结 啊 就从我这一代 就终结他 但是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呢 我做这个节目啊 我不是说 鼓励大家都去这样说 我们是最后一代 不 如果这句话 我们应该补上 我们是最后一代 做奴隶的 我们是第一代进旷野的 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们当然要有子孙后代 我们要生儿养女 变满全地 我们要受到神的祝福 我们要出埃及进旷野 我们要在旷野里边 养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让他们长大 让他们进流奶与蜜之 迦南地 进应许之地 去杀败仇敌 去吃那葡萄酒 去挫饮那蜜 去享受那高山大川草原 去沙漠感受 去看那高天上的流云 去闻那旷野中的百合花 去那山谷中 聆听泉水的丁东 去那西建旁 看那清脆的 结着果子的树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代人 最后一代做奴隶 而又是第一代出旷野 我们这是最后一代 是终结我们的罪孽 终结我们的苦难的一代 而不是终结我们的子孙 后代的一代 如果要有人 断子结孙 也不应该是我们 断子绝孙 而应该是那撒旦的信徒 是那恶魔的爪牙 是他们断子结孙 朋友们 我们要做这样的 为奴的最后一代 出旷野的 进旷野的 不畏惧旷野的苦难和漂流 的第一代 我们要生儿养女 变满全地 我们要子子孙孙 无穷愧也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对得起 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的祖祖辈辈 在这片土地上 所受到的磨难 我们才能够挽回 我们才能够为我们的 祖祖辈辈 在这片罪孽 深重的土地上 所犯的罪 不要说我们 是无辜的 我们每个人 所受到的这些 都是因为我们犯过罪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要反省 我们就要 反省 认罪悔改 当我们 觉得到了人的尽头的时候 就是神的开头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 需要向神去呼求祷告的时候 需要去全心全意的倚靠神的时候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 大家去听一听 我今天讲的约束亚纪的第九章 是非常丰美的信息 对于外邦人来说 那西魏人 在即将被以色列人杀灭的前三天 他们认罪悔改了 神都给了他们机会 不再灭绝他们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历经了几千年的苦难 也积累了几千年的罪孽 我们也承受了这么多次的管教和惩罚 我们只要悔改 我们也一样会得到神的宽恕 得到神的救赎 最后我给大家读一首 我的朋友 我们已经有六七年的友谊了 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学生家长 同时也是我们一起读书 研讨的我的同龄人杨小多 我是征得了他的同意 他是愿意把他的 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就是读出来给大家 那么他也是我们一起读圣经的 就是我这个油管里面 一起读圣经 一直从这个创世纪 一直到现在 这个约书亚纪 一直都在读 而且他女儿在国外留学 也在读啊 那么 娘俩啊 都是啊 可以说都是我的学生 也都是我的朋友 那么他呢 今天早上 他就是真的是神的恩赐啊 他脑海里浮现出了几句 然后他就一字未易的 一气呵成的就写了一首诗 我征得了他的同意 我说我一会儿要做一个节目 我要把你这首诗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同意了 授权了 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 贝离 杨小多 我们贝离了你 太久了 以至于四十年 一个轮回 依然屈寻于旷野之中 被驱赶 被分隔 碾入尘土 我们早已遗忘 你的告诫 自以为冲破了奴隶的枷锁 却倒闭于许诺自由的繁荣 我们迷失了你指引的路啊 只在贪婪和傲慢里 形象坦途 从此原地打转 永难止步 被凌辱 被割断 灵魂风干 我们早已遗忘 你的慈爱 在一次又一次遥远的注释中 毫无尊严与价值的 粉身碎骨 我们从此 尘归尘 土归土 在那旷野上 聆听你的召唤 在那荆棘露 凝望 你的背影 我们终于想起了你 完稿于2022年5月12日 阴雨的清晨 杨晓多呢 他就在上海 他亲身经历了这个上海这一切 而且呢 因为啊 这个家庭的原因 他就是说 只能是把孩子送出去 然后自己呢 要和家人在一起 要照顾父母 那曾经有一天 他说 他说他梦见我了 他说梦见我啊 梦见我呢 就是跟他说 说呢 你看 你终于呢 这个打好了这个行囊 是吧 梦见啊 梦见他跟我说 说呢 我收拾好了 我要走了 是吧 我要出去了 然后我跟他说 就是呢 你终于可以走了 是吧 小多在梦里就说 是啊是啊 你看我在打包行李 我终于可以走了 然后他就醒了 醒了之后 发了好一阵呆 我现在 我现在我的眼里都有泪啊 真的 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 我就说 我说我都哭了 是吧 然后呢 他说 他说我能做的 就是把娃推出去 他还年轻 可以重新开启 他的人生 我一定要忍耐 靠近神 每日祷告 愿自己刚强壮胆 对自己有耐心 他说 我一定会团结好周边的人 互相帮助和扶持 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我说 只要灵命出了埃及 无论肉身在哪里 我们都出了埃及 是的 亲爱的朋友们 我的观众们 不管你能不能肉身出埃及 只要你的灵命出了埃及 像我的朋友杨小多这样 你就都出了埃及 你就会走那旷野路 你就只需要刚强壮胆 你必定会得到神的祝福 神会把一切放在你手里的事 都成就 神会让你儿女 子孙 满堂 遍地 会让你刚强壮大 你的子孙后代 就像神 在迦南应许亚伯拉罕所说的那样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那么我们的子孙 就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神的儿女 我们的子孙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不要不敢生孩子 不要怕生孩子 不要怕养孩子 只要我们在神的怀抱里 在神的家园里 在有神的看顾和保守 不要惊慌 不要惧怕 只要刚强壮胆 在神的呵护保守下 在神的光照下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会成长起来 都会进入那迦南美地 都会进入那流乃余蜜的应许之地 大家可以去看我今天分享的纪念512的 我说读了我女儿 在2008年到现在14年间所写的诗 你就能看到 她就是在体制内读书的呀 从幼儿园一直读到这个大一 然后大一之后她才出国的 但是她同样可以成长为一个勇敢的 智慧的 有勇气 有担当 善良的 爱神的 有才华的 而且不会枯竭 不会绝望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可以这样培养一个孩子 你也可以 只要我们信靠神 神就会祝福我们 所以 让我们重新说这一句话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们是最后一代为奴的 我们是第一代 我们是第一代进旷野的 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会进入到流乃余蜜之地 因为我们有神的看顾和保守 我们只需刚强壮胆 哈里路亚 祝福大家